本期话题儿童生长痛的四个特征 张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内科主任医师 出现生长痛的孩子呢 我们大多数都建于三到六岁之间的孩子 或者说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 也就是说生长痛它发生的年龄段 大多数都是在它生长速度比较快的时间段 才会出现生长痛 那生长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孩子下肢骨骼拉长的速度比较快 但是肌肉和韧带和骨骼这个长长的速度是不同步的 所以孩子就会感觉是疼痛 但是对于三到六岁的孩子呢 他可能描述不清楚啊 他并不能够说明他这个疼痛的位点在哪 那对于大一些的孩子呢 他就能够描述的很清楚 生长痛的特点呢 一个呢就是说他在剧烈运动之后会出现疼痛 还有呢经常会在夜间出现疼痛 对我们医生来说呢 如果说我们给他检查局部的话呢 他局部下肢是没有一些红肿啊 或者关节变形啊 没有这些问题 再有呢就是他疼痛的部位基本上都是在膝关节的上下 所以我们看到生长痛其实他还是有非常特殊的特点 那如果说孩子描述腿疼的情况下 我还是建议家长首先带孩子到医院的骨科去救一下诊 就是我们首先除外一下他这个骨骼肌肉韧带不存在病理的问题 然后呢还可以带孩子到儿童保健科去查一下骨密度 因为有时候骨密度值特别稀疏的话 他可能也会出现这些相类似的症状 那这两个方面都除外之后 孩子又没有局部又没有其他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和表现 那我就会判断初判断他是一个生长痛 如果说孩子有生长痛的话呢 其实我们通过减少他这个活动的强度和时间的长度 然后晚上回家我们就用热水给孩子泡泡脚 上床之后我们用手轻柔的给他按摩一下腿 其实也是可以缓解生长痛的这个症状的